大家好,我是笑语萌 今天是2022年5月18日 在这个视频里,我要揭穿反共法西斯的谬论 暴露所谓的反共不反华的虚伪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哲学 应该和其他政治和学术思想一样享有同等的自由 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敢容纳这个不同的政见和思想呢? 西方自称是看重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 可是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要打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 共产党员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有权利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 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继续打反共的冷战呢? 按照民主的原则来说,各种群体都有政治权利 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用各种阴暗的手段剥夺共产党的政治权利呢? 睁眼看看,反共分子是一帮不但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无知的伪君子 而且是一帮无视和践踏别人民主权利的犯罪分子 反共就是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权 美国政府资助、纵容和扶持反共分子 就是侵犯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人权、民主权利和自由权利 现在在美国,反共的主力是那些妄想台独的保守势力 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 这些人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无知、自私和虚妄的反共思想上的 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对共产党犯了谋杀、大屠杀、酷刑和政治打压的 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政府 而台湾的现在的民进党政府是一个以欺骗手段和无人子弟的教育方式 禁止和剥夺台湾人民做中国人和了解、学习自己民族历史的文化权利 其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 台湾的分裂分子在世界上持续的散播谎言、污蔑和攻击共产党和大陆政府 误导世界最不如诛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 我是台湾分裂分子在全世界所拨下的仇恨种子的直接受害者 我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所受的歧视、欺凌和迫害 正是这些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权的仇恨思想的结果 在21世纪的今天 美国政府还知迷不悟地继续支持一个这样绑架了台湾人民70多年的 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台湾伪政府 美国政府支持台湾伪政府是滥用美国人民所交的税钱 是对美国人民的犯罪、是邪恶的 美国政府支持台湾伪政府是继续分裂中国 离间中国人民、挑动仇恨、破坏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是邪恶的 美国政府支持台湾伪政府是继续歪曲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定义 误导世界、是对世界人民的犯罪、是邪恶的 美国政府在20世纪帮助蒋介石分裂了中国 所以美国在21世纪该做的事情 就应该是促进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的本省人和中国福建省的闽南人虽然隔着台湾海峡 但说着同样的中国闽南地区的方言 过着同样习俗的生活 而台湾省的外省人则是被蒋介石蒙骗或绑架到台湾的 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中国人的后代 蔡英文对全世界撒谎说 台湾的原住民不是中国人 吕秀莲牵强附会地说 中国大陆是台湾的远亲近邻 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都是中国人 不只是近亲 而且明明就是一家人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台湾和大陆的共同原则 美国政府的介入是目前大陆和台湾统一的最大障碍 美国政府的介入有损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违背了世界公认的价值观 美国政府应该把精力和资源都放在本国的发展和世界和平上 而不是继续在原来的错误道路上走下去 美国政府应该干点正事和人事了 变革是痛苦的 但却是必要的 感谢收看 下次再会 Tank stadis 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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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e 是我的X小女孩 喋啦啦 喋啦啦